针对今天媒体报导 法国专家表示用过核燃料境外再处理 只是花大钱换取有限的时间 台电重申 境外再处就是我们的选项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台电公司一贯 都是这样来进行 同时我们不管核燃电厂要不要研溢 这个高阶方式机飞机物 或是我们用过核燃料都是存在的 我们台电公司务必要来进行 我们国家也要来做这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后面的 我们后代指数有相连关系 也是一种事态正义 这无必来做 那这个境外的国际的再处理 实际上在国际上已经是运行多年了 所以在技术上非常成熟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今天法国专家来到这边 来到这边来说这一部分 那这个专家实际上是WISE这个组织 在世界上在维基百科里面是有说明 它是非常有名的反核团体 所以我想它的言论是有些偏颇 我认为这部分是不值得我们来信赖 那最重要我们还是要让这个 进化再生态务必要立刻来执行 来面对我们这个核能电厂40年的运转执照 以避免限电的部分能够提前倒里 我想这个地方 我们台电公司一个执行单位 务必遵照国家的政策来执行 我想至于说那个回收的柚跟布的部分 我們在合約上已經明定了 不會運回台灣 這個地方我想 這個地方大家要關心的 我們非常重視來做 那相關的這一部分的經驗在處理 世界上也有比利時、瑞士、德國、日本 還有河南相關都已經運行多年 所以這個技術沒有問題